好,那关于前方的最新的情况呢 我们来连线一下跟随地面搜救分队 到达前方的我们的记者何春 看看我们的航空员的状况怎么样 来,何春,把时间交给你 好,还是在戈壁之中啊 目前导播告诉我,信号还是有些问题 来,再叫一下何春 没错,没错 对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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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主持,广泉你能听见吗 可以 现在我们这辆移动直播车 其实真是专门为了此次报道这个 可以听到 好,我接着说 我们的车你看已经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前向摄像头的画面 我们车已经来到了指定的媒体区 我们这里有一个媒体区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车顶上的前向镜头 看得到五架直升器应该已经从这儿非常规整的排列 然后大家再往里面都是警戒区 目前呢地面分队指挥员是按照他的既定计划 有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这样的一个警戒 所以说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我们是不可以随意进出的 因为航天员的安全是所有我们祖国人民期待的 他们今天终于回家了 我们现在远远的看到非常激动 因为刚才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车上开的那个 那个右前方看到那个闪闪的点 我们都在那大家都激动的说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那个返回舱的那个降落伞 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这边一片大戈壁 真的很荒凉 可能现在镜头里面大家能看到有颜色 但是这一路开过来啊 就是就是好像那个地下那个缩缩树和那个那个那个 开的车的时候晃晃晃然后颠 整个路况我们今天小组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司机的技术过硬啊 我好几次那个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哈 虽然警戒区外面好多的记者都在往里走 应该目前来看那个 我的前方的我的同事王刚在核心区 一会儿能看看他那边的最新报道 但是我现在目光所及 可能只能是远远的看到地面的情况 如果稍后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们再往前跟进能拍到我们地面的镜头 我们也会实时的跟大家分享 好的广泉我现在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感谢何春 我们的跟随地面分队的搜救分队的记者 和春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最新的消息 我们们当然也会 ط有些事情 你也会对这个状态的 所以你是不是有什么 你们可以带来这个状态的